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0050以及0056 定期定額投資9個月的績效大公開 哈囉我是你 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0056以及0050 定期定額9個月的績效大公開 我相信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投資新手並且是小資主的話 應該對於定期定額的這個投資策略一點都不陌生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 定期定額0050以及00569個月之後的績效到底是違和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關於定期定額的投資策略啊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拍過影片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我這邊就先簡單的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定期定額簡單來說就是在固定的時間將固定的費用拿去投資 不管你今天要投資ETF基金或者是股票都是可以的 定期定額的好處就是它可以透過長時間的投資來讓你的風險平均分攤 也就是說你今天在股價比較高的時候會買比較少一點的單位 而在相對股價比較低的時候呢就會買比較多一點的單位 而且現在定期定額的門檻都非常的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小之主都非常喜歡這種投資策略 那其實定期定額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手續費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很常忽略有關於手續費的部分 所以如果說已經要定期定的話我都會推薦相對來說手續費比較低一點的券商公司 那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也是之前有跟我合作過的 那就是永鋒的大戶頭 我相信我的觀眾基本上應該都有申辦過永鋒大戶 那永鋒大戶它的特點呢就是它在50萬裡面可以享有1.1%的活出利率 而且你只要使用永鋒大戶當你的交割戶就可以依然維持1.1%的活出利率 其實變成交割戶還可以擁有1.1%活出利率是非常的高的 因為在一般的交割戶它的利率都會降到0.03%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利息的 所以永鋒大戶今天就算設定了交割戶還是可以有1.1%的活出利率 就可以讓你在邊投資的時候順便賺到一點利息喔 而且我自己個人覺得永鋒金證券大戶頭最方便的一點就是它可以完全的線上申辦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零貴在那邊浪費時間 你只要手動線上填寫一下資料就可以申辦完成了 那其實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就是永鋒金證券他們的封存股 因為其實我在之前就已經有跟他們合作過 而在合作的同時我就已經馬上下單進行定期訂額了 那我是從今年3月開始扣款持續的扣到現在 而且永鋒金證券的封存股它的手續費非常非常的低 到12月31號之前你的手續費近乎同版價 就是因為他們的手續費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已經在定期訂額的時候手續費也不會變成太大的負擔 那我這邊就跟你們分享的0050以及0056從3月開始持續扣款到現在他們的績效是如何吧 因為我相信如果說已經是小資族想要投資ETF的話 大家一定會跟你說是0050不然就是0056 那我這邊就實際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定期訂額8個月他們的成效到底好或者是不好吧 首先是在0050的部分我的總成本是65801元 那我的平均均價是98.21 而現在的投報率是8.67% 所以我大概賺到5704塊 那我這8個月下來平均的扣款金額差不多都是落在8000塊左右 接下來是0056的部分現在成本呢是57714塊 而我的成本均價是28.93 那在投報率的部分呢就只有2.28% 那我呢賺了1318塊 而在0056的部分我平均每個月扣款的金額差不多都是落在7000塊左右 那我基本上定期訂額就是一個月在同一個時間扣款一次 而這8個月以來每個月連續扣款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看到績效 而至於0050以及0056我還是會繼續定期訂額的扣款下去 但是啊以上的績效就僅供給大家參考 這些績效不代表未來的績效 所以如果說你們今天真的要進場投資之前呢 一定要記得先做一下功課喔 那以上我的0050以及0056的定期訂額啊 也都是透過永豐金證券的封存股來進行的 那永豐金證券的封存股現在除了可以申購台股之外呢 在於美股你也可以用定期訂股的方式購買 而且開戶的方式啊也非常的簡單 你今天只要有開了戶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在線上加辦美股的附委託帳戶 封存股美股的部分啊提供20檔的個股 以及31檔的ETF 像是蘋果、波克夏、VTI、QQQ 這些啊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個股啊 或者是ETF 都在它的標的裡面 封存股美股的申購方式啊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你不用擔心因為英文看不懂啊而搞得一團亂 它的申購方式啊基本上就跟台股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呢跟台股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美股那邊啊購買的都是以股為單位做計算的 假如說你今天是在T日約定的話 則在T加1日啊就會開始生效 而如果說你今天要賣出股票的話 在晚上的8點之前設定 則是會在當天生效 而如果說你今天是在晚上的8點之後呢 則是會在下一個美股的營業日之後才會生效 接著就來跟你們分享大家最關心的手續費啦 封存股美股呢它提供相對比較優惠一點的手續費 這個啊對於你很想接觸美股 但是又對於付委託帳戶的手續費啊 有點擔心的小資助其實就還蠻適合的 因為我必須要說很多銀行的付委託帳戶啊 他們的手續費動輒就是上千元起跳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利用封存股美股購買的話 他手續費相對來說也會比較親民一些 定期存股呢是需要長時間才有辦法看到他的成效 可是呢我這邊也要提醒大家哦 不一定說你今天進行存股啊就一定穩賺不賠哦 在購買之前你一定要記得要先多做功課再進場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嘗試投資 可是卻有沒有那麼多資金的話 定期存股啊就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如果說你之前就已經申辦過永豐大貨的話 我這邊會建議直接加辦永豐金證券的大戶頭哦 你一定要記得先開證券戶 這樣子啊你才會有動力去投資 或者是去研究相關的資訊 大家都會說萬事其同難 但是你今早要踏出第一步 你後面的路一定也會不一樣的哦 但是在最後的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投資一定都只能利用閒錢的 而且在投資之前呢 會勸你最好先存好緊急預備金哦 好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喜歡或訂閱我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出我每支上線影片哦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instagram 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叫會員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還有未有曝光的夢幻學訊力 我們下再見囉 回步 提早說之前三月的時候 永豐金證券他們找我合作的時候 我就有馬上試用他們的封存股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個人很滿意啦 就是他的介面啊 很一目瞭然的 而且你要選擇的標的啊 也不會他會幫你排序 或者是跟你說 這一檔股票啊 是屬於保守型 積極級或是穩健型 我覺得對小豬仔來講 算是還蠻方便的一種選擇 而且他手續費真的真的很低 對於你長期投資來說 其實一點都不會造成負擔 而且你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錢 所以如果說你最近剛好想要嘗試 定期定額投資 可是又擔心手續費是一個成本的話 永豐金證券的大戶頭啊 就會是一個很棒很棒的選擇 那當然我相信我的很多觀眾 都已經申辦過永豐大戶 但是如果說你還沒申辦過的話 都可以輸入我的推薦碼 SHINLI 每個月都會再額外抽出 精美的贈品給大家喔